如果你想挑戰一下玩真的 就是 他不只會幫我們產生 文字 剛剛我們產生文字不只攝影機 跟文字 他還會產生什麼 一個 空白塗層 用來接受英明 還會產生一個燈光 才會產生一個燈光 所以呢 你現在呢 一樣回去 回去 找一下 看你要在哪邊 好所以我回到這邊來 那這個 原本這個點都不見了 應該知道怎麼做 點到這個圖層 再點到這個 有沒有 最終點又會出來 所以呢 我剛剛是大概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你就會找那個平面 找這樣的平面 我來這邊做接收 你可以先把你原本做的英明先收起來 那我到這邊好按右鍵 這個時候呢 你只有在有這種圓圈圈的地方 才看得到他會有選項 叫Create Shadow Capture 跟Light 就是 陰影的捕捉 跟燈光 你如果沒有這個 像目標這種的 是一般的這種點 他就沒有這個選項 就沒有這個選項可以選 所以你看我 實驗一個給你看 這裡沒有對不對 你看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這個就沒有 所以 要點對喔 找對人 好大概在這個地方 好 再點一下 重新回來 OK 好 按右鍵 Create 你注意一下左手邊的變化 他會產生一個 空白圖層 還有一個 燈光 有沒有 還有一個追蹤的 在這裡 總共產生了三個 那我們現在呢 你點到這個Shadow 有沒有看到這裡 他就有一個平面 可是因為我現在這個 文字是比較後面 所以他就接收不到 也就是說 我的燈光 如果投影下去 不管你從哪邊照 他照下去之後 是不是有一個地方 可以接收他的影子 那 現在呢 因為你是3D的 你也可以變成兩個View 你會比較清楚 喔原來 我有一個什麼 我現在變3D 兩個視窗之後 我的板子在這裡 可是我的文字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邊 有沒有還有點 有點遠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板子 這個接收影的板子 稍微放大放大再放大 你看 多放 有沒有變大一點 變大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 在哪裡有接收到影子了 有沒有在這裡有接收到影子了 這樣 這樣有了解了齁 所以你必須要先了解這個觀念 那現在影子 比較偏什麼 這一邊 表示燈光字在這裡 所以我來燈光這邊 拉動它 有沒有在拉動燈光的時候 那邊也在動 我拉進來 這樣 有沒有影子就落在這裡了 這樣了解了嗎 這樣就完真的 好就完真的 那影子 這麼黑 不太合理 怎麼辦 跟燈光有關係 點兩下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 影子 預設是反正在黑 沒有羽化 就從這邊做調整 所以我就從這裡 不要那麼黑 對不對 羽化多一點 這樣有沒有這就開了 好所以這個地方就看 你要多一點 少一點 由你自己決定 那 不要只有看上面 你也可以看什麼 左邊 看看他們的相對應關係 你如果覺得 我需要高一點的 影子不用投那麼遠 對不對 過來一點過來一點 有沒有影子就比較平 低一點低一點 影子就比較遠 這樣有沒有不一樣 好所以呢 你今天一樣 拉動這台 機器的時候 他就是利用這樣 一樣可以接收到 所以你只要能夠接對就好了 現在重點就在這邊 你的觀念要對 就那個3D的概念要有 不然你會發現 你要玩真的 還真的不大容易玩 因為呢 你的 這個我就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因為 這個板子變大沒關係 我只是接收的範圍變大 接收音影的範圍變大 這樣有沒有稍微清楚一點 所以你現在把這個後面換成什麼 這個文字換成什麼 都OK啊 因為呢 你只要能夠跟著他走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可能需要有一張圖片 隨便 比如說你來找一個 你放一個Logo 那 我們找透明的 就把它放進來 反正你知道這是假的嗎 就不要找他 哪一個 Logo 好像 有什麼Logo可以玩 漢堡啊 好啦 隨便 我就找這個好了啦 好啦 找這個 按右鍵 把它令 這個有印喔 不用 這個是字的 好啦 用IG這個好了 按右鍵 把它令存起來 OK 把它存起來之後呢 我可以丟進來 丟到裡面 丟到這邊 丟到這邊來好了 OK 放進來但是 喔有了應該有 那把它變3D了 對不對 我能往後退往後退 好 現在大小我先把它調整一下 調到適當大小 然後呢你跟他的相對應位置 你也要怎麼樣 先放好 比如說 我再小一點 再小一點 如果你想要放在地上的 我就移到這邊來 這樣也OK 縮小 好那 產生印的方法一樣 喔 所以如果你要他產生影子 我們就來這邊 材質 有沒有材質這邊 Case Shadow 有沒有 按了 所以影子就投射出去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你就放下來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 這個圖層 你的位置就是要 如果你覺得 這樣 OK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只要把他的豬尾巴 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有一個豬尾巴 對不對 豬尾巴你就跟著誰 跟著文字走啊 跟著文字走就好了 所以 我就把豬尾巴跟他做結合 就是你確定好他的關係 位置之後 這樣子 當我在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他就跟著走啦 這樣有感覺了吧 可以齁 OK啦 所以 看你要不要玩真的 玩真的 就要有一點真功夫囉 就是你的3D的概念要清楚 不然我還是建議你剛開始 你如果覺得搞不清楚方向的 你就先玩假的 因為假的很容易成功 好